今年共有11个个人和组织 应在社区服务方面做出解出贡献 或颁最高荣誉的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 获奖者从今年收到的200多份提名中脱颖而出 上台班总统在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颁奖礼上表示 国人不但要有同理心 也要意识到那些接受帮助的人 以应也获得尊重 今年的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 主题围绕在跨代志愿服务 以体现为社会服务记得精神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今年也首次有两名年长志愿者 同样在年长人士组别中获奖 这个奖项在2012年设立 今年迈入第11个年头